璀璨煙火為今年二月 平昌冬奧揭開序幕 更間接照亮了北韓國際地位 東北亞局勢從這時 就被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玩在手心裡 平昌冬奧先派出妹妹當特使 刮起金語正旋風 重啟南北韓對話大門 敲定四月文京會 但金正恩卻突然在三月底 密訪北京 金正恩改變策略 主動出擊先向大陸拜碼頭 緊接著四月底又跨越軍事分界線 宇文在寅手牽手 替朝鮮半島寫下歷史新頁 接下來還會跟美國總統川普会面 等於中美兩強都照過面 宛如開創東北亞新局的關鍵人 但日本似乎被晾在一邊 日本擔心邊緣化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文靜會結束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想跟金正恩會面 都得透過文在寅傳話 第三度舉辦中日韓峰會的地主國日本 原本是想藉此擺脫被邊緣化的危機 找回東北亞的主導權 只是峰會議題又繞著北韓打轉 三國要監督北韓契合的執行成效 讓金正恩間接成了峰會推手 在東北亞更具有話語權